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我有弥陀的心 念念不离 无上菩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的整个精髓就在慈悲 所以叫诸佛以大悲为体 就像做妈妈 她活着就是为了儿女 为了家庭 所以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展现这个慈悲的力量 当然慈悲的力量来自一颗慈悲心 一颗慈悲心 那边不要讲话 楼上也不要讲话 所以各位要时时刻刻注意别人 关心别人 他们说慈悲以不干扰别人为基本吧 所以台湾话说 这人进世里 这个很有道理 他不会只想到自己忘了别人 所以我刚刚从这边走过来 我跟六个人讲了说 告诉他们不要讲话 结果他们都不好意思说 还是说的没用 那因为念经也好 说法也好 千万不能干扰 因为不是光我们在听 而是很多众生 很多众生太痛苦了 就像我们在手术室一样 就是要隔离 要隔离 怕出问题 我们要救病人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因为你要慈悲心 所以你要有一个非常圆满的 一个智慧的状态 就像一个水池非常的清澈 你才可以看到底 就看到众生的苦 因为不然你不知道众生掉在哪里 苦在哪里 所以要告诉我们 慈悲要有一个圆满的空性 这个空不是一个理论 就是从水面上到水底 都要透彻的了解 透彻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就被障碍住了 因为这里面有我质 有自己的分别心 个性 你就没办法展现真正的慈悲 因为就像我们去放生好了 或是做烟供 我们要很仔细的说 这些鱼也好 或是做烟供 旁边有没有蚂蚁 有没有什么虫被烧到 所以以前我看他们 很多人去跟人家搬很多木材 我一看 里面都是蚂蚁 但是因为你没有空性 空性就是一种非常细心 不执着的细心 空性就是一种 绝对平等的力量 不是说我只重我的功德 我要严供 而却忘了小蚂蚁 所以不然的话 你就没办法圆满大悲心 所以为了如此各位 为什么诸佛菩萨都站在莲花上面 绝对清净 了解一切 却不执着一切 莲花不是一片 百千万片的莲花 但是说 所以你要把很多事情 去分析了解 千万不要 产生 对立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如果你有情绪 就不容易 讲空性 也不可能有大悲心 那讲到这个道理 各位不能说 我每天读慈悲的经典 我把普门品都背下来 当然有加持力 但是最主要是你的内心里面 刚刚讲的 从水平面可以反射世界的一切 又可以了解水底最深处 这么清澈的一个心态 但是水又代表柔软的意思 这个柔软的悲心 那你要 所以我们叫智慧如虚空 毫无障碍 所以你才能够显现 慈悲的阳光 那我这样讲的意思 是希望各位不要一直执着在 我很会看书啊 写字啊 我能力不错啊 但是你表现出来呢 就 就你还有一个执着 我很会读书 我很会读经 我很会干嘛 就会伤害你 所以 有时候一个老人家 什么都不懂 好像什么话也不会讲 但是他的眼神 他的笑容 他对你的关怀 会让别人感动 就像老阿嬷 他什么都不懂 但是他就拉着你的手 他问你健康没有快乐吗 他躺在那边 他还是关心你 那你会被他感动 原来在外面 做个总经理 做经理 做美女 还不如跟阿嬷阿嬷 都给我们安全感 阿嬷怎么关心我们 为了阿嬷 我们一定要健康 不要让阿嬷伤心 但是千万不要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现在因为这个社会 为了成功 为了成民 为了被重视 往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那就失去了我们的本体 诸佛以大悲为体 而不是以自私为体 为了成功为体 所以目的这个体性 就是母亲的心 也叫佛性 就像各位来参加法会 你应该问 你为什么要来参加法会 我要慈悲 你为什么到楼上去问杨老师 我刚刚故意站了很久 每个人都问了 我都会听 我想要怎么样 不生病 我想要怎么样 我一直在听 有没有说 上来今天国庆 台湾怎么办 所有堕胎台儿怎么办 当然老师尽量跟你回答 甚至那时候你会觉得 念普门品大悲咒不重要 我赶快排队问最重要 我很喜欢分析这些 这些任何一件事情 我要去找到真理是什么 所以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动机 这个动机就是 我所做的一切 必须要为对方有帮助 所以我要成佛 我才可以就近帮助对方 所以离开这个帮助众生的心态 来研究经典 来参加法会 乃至读佛学院 乃至做到什么最高的地位 那个都跟佛法相为的 所以 这个要随时分析 所以我们佛教有众生慈悲 法缘慈悲 但是真正的慈悲是 无言大慈大悲 所谓众生慈悲就是说 你看到一个老人跌倒 所以你会放着 但是这个人骂你 你会打他 但是你看到老人跌倒 你很慈悲 这个叫众生缘慈 可以的 你可以从这边修 第二个法缘慈 这什么意思 因为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不能不吃素 所以 因为我是佛教徒 因为你认为慈悲是你应该做的 这个还有一个我在慈悲 这样 那无言大慈 我们也叫空性的大悲 也叫无虚伪的大悲 就是说 慈悲就是我生命的目的 就是这个意思 慈悲就是我念佛的意义 因为念佛 佛是慈悲 所以慈悲就是我活着的意义 为对方 为众生而死 这个叫 这个叫 无言大慈大悲 同体大悲 他不需要 一定要众生显现 所以很多人 可会用苦 哀兵 哀兵来接 希望别人对他好 对吧 但是有些人 就才有这个境界来对他 当然我们要达到自然的慈悲 无虚伪的慈悲 呼吸变慈悲 办法会都是慈悲 参加法会都是慈悲 今天晚上回家也要去慈悲了 所以在路上都在慈悲 坐车也在慈悲 等车也在慈悲 所以就像你看到别人在排队 今天医院要排队 要看病 啊 我要慈悲 每个在我前面 在我后面 我就尽量为他们念大悲 祈求观音菩萨 加持他们 所以 就像刚刚我听到一句话说 你有在念经吗 有啊 你有在念酒吗 有啊 噢 所以你心里会疼 这什么意思 众生吵你了 我不要念 不要念就好了 我老公都叫我不要念 所以我只好在旁边 诶诶诶 念经是为了主婢 我们念经念咒 只想要去慈悲 如果你想到他们鼓 为他们念 他就不会找你 你知道吗 你念经持咒 可能说这是我喜欢的 而忘了慈悲 来念经 他就来求你 这样 求你 你就那边痛 那边痛 这样 所以我每次 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 我忘了慈悲 所以 因为我忘了想到 他那一部分 这个是被枪打死的 这个是自杀的 可能被踩死的动物 因为我没想到这个 所以他提醒我 提醒我 所以 有时候 不管我们在做什么 我在写牌位要慈悲 写规证要慈悲 看讲义要慈悲 办事都是为了慈悲 那你要 一直这样想 所以这个悲心 就像光一样 那个时候就自然 自然了以后 不管黑暗的众生 反正来就得到这个光 所以我觉得 痛苦 烦恼 反而是我们 修悲心最好的祝愿 念一下 烦恼即是菩提 所以我们的痛苦 烦恼来了 你如果会修行 那你要转为 对众生的关怀 所以 我有这个苦 所以我才知道 无量无边众生 有这个苦 跟各种的苦 所以我要为他们而成佛 因为这个烦恼 怎么去净化 烦恼里面 这也是个夜暴 烦恼本体是个空性 而且呢 借由我这个烦恼 来承担众生的烦恼 你要把这个烦恼 转为一种修行 痛苦转为一种修行 所以佛罗说 痛苦是觉悟最好的祝愿 我们不要逃避痛苦 所以我当然 我希望各位问 但是我不希望各位逃避 如果我们的身体 可以成为一个 痛苦众生的感应 就像你儿子肚子饿了 叫一下妈妈 妈妈比他巴了 不是那个意思 赶快泡牛奶 那我们现在是 这个痛怎么办 要念什么惊 都不好 找医生也没用 找慈悲有用 所以我想就像各位做过妈妈 以后你手痛 哎哟 baby baby 你好 妈妈忘了帮你 给牛奶啦 既功德啦 谢谢你提醒啊 我赶快 为你 我想 所有的痛苦 别人骂你 别人找麻烦 都不要伤害你 这叫悲心 反而让我们更慈悲 这样而已 那这样以后 你就会觉得 那佛太重要 所以我要多念大悲众 我要多念观音菩萨 我要多一点的时间 甚至整个生命 都要去关心众生 这个叫什么 来发菩提心 愿众生离苦 愿众生成佛 那是一种生命 这部分在家出家 我认为 发菩提心 可以做在家的观音菩萨 可以显现出家的地藏菩萨 佛菩萨是超越这个人 出家是一个小秤的外表 还是解脱道吧 但是慈悲是部分在家出家 慈悲是超越出家在家 慈悲是超越人 慈悲是在六道众生都可以慈悲 所以一个慈悲的菩萨 他会显现做一只蛇也好 做一只老鼠也好 做一只蚂蚁也好 做一个鬼也好 因为四色法 就是说你要跟对方合为一体 叫同事 然后你那么痛苦 你有五分痛苦 我有八分痛苦 但是我这个八分痛苦 你会觉得 哇我五分够痛了 你还八分 这个八分痛苦还教五分的人 怎么不要 可以超越痛苦 但是如果你不在苦里面 你怎么度众生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感觉到身体的病苦的时候 你马上要转念 哪一个众生在受苦 我怎么帮他 你不要一直想着 我怎么样不要痛苦 那你太自私了 写牌位是慈悲 但是千万很多人在写牌位是想要逃避 苏我特别也下百位 都没超多 吉毛高呢 也没超多 为什么 我说你的悲心感动不了 你的冤情在中 那如果没钱 那就不用超度了 所以有钱没钱 这是你怎么用它 所以我想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有两个堕胎胎儿 哎呀 怎么办 这个世界这么多堕胎胎儿 所以所有世界的堕胎胎儿 愿他们都离苦 我想地上菩萨就这样 自己妈妈在受苦 在发起畏众生 超度众生的愿 我想她的母亲不可能离苦 超度不是时间的问题 不是疾变的问题 是你一个愿力为这个事情 所以简单地说 我们修悲心的人以后 开车被撞了 不要想说自己车是什么车 赶快跑去看对方有没有受伤 那因为你是修悲心的 才不会像有一个菩萨说 疏忽 我女儿乳癌 你修得不错 希望她冤亲在主找你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好好好 我当然要讲好 不然她输你没够难 好她不见得要来找我 找我就没问题了 因为我没欠她债 我可以用悲心 问题她不要找我 因为你女儿欠她宅 妈妈更狠 要把她赶走 你怎么不赶女儿走 你怎么赶冤亲在主走 事实上是你女儿欠她的 然后后来我跟这个妈妈说 你这个观念是不容易超度 做妈妈的抱着这个女孩子说 甚至她 我是她的老母 我离不去 我应该会疼你 疼没有 那个冤亲在主就被你感动 对不对 就像各位常听一个故事 在监狱里面 有一个基督教的妈妈 她的儿子被一个年轻人杀了 她去看那个年轻人说 我儿子死了 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对待你像我的儿子一样 年轻人不得不感动 这是真实的故事 不得不感动 不是另外一个妈妈说 你把我儿子弄死了 你还我命来 你还给他打死 那是一个无名的一种报复 所以我想 这个所谓的慈悲 你必须从思想上先改变方向 不能照顾自己 而是要 你要有决心照顾众生 所以佛教讲空性的意思是说 没有众生哪里有存 你有存在的必要 我们是不离开世界众生的 所以你照顾众生就是照顾自己 你伤害众生就是伤害自己 你为众生就是在为自己 所以佛陀才会说 百千万亿黄金 供养三宝照佛像 做一切福报 还不如慈悲心一念的功德 所以我们还希望各位多一点 七颗米啊 一点点水啊 一只甘露香也可以啊 然后我们拜佛 像各位来这边拜佛 每天要观想所有的佛 所有的观音菩萨 一直在帮助众生 一直在帮助众生 你越痛 因为你身体是温度计而已 这个现在摄氏40度 哇 摄氏50度 哇 你转了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考一个题目 假设一个人下了大热地狱 他突然生起了 哇 这么热 所有众生很苦的大悲心 请问他会不会超度 我就生饭甜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佛陀体悟 哇 原来带众生苦 是快速成佛的方法 那快速成佛也是为了慈悲 他不是为了快 而是为了赶快能够利益众生 原来生起这个悲心 愿待众生苦 是帮助众生最快的方法 那你想帮助众生 反而你自己得到更大的力量 就帮助众生 所以在这一点 当各位碰到一点点痛苦委屈的时候 先不要抱怨 抱怨就是不慈悲 不能抱怨任何地方 不能抱怨你的先生太太 连这个话都不能讲出来 一讲出来就是不慈悲 因为抱怨诉苦 然后那是两舌 于事无补 只是你伤害你自己 又伤害一次 我们修慈悲心或慈悲禅 就是不断地串洗慈悲 一次 两次 三次 所以让自己一直不停地慈悲 就不敢有一些自私烦恼念头跑进来 因为这些自私烦恼又把我清澈的水弄脏了 我又看不到众生 也看不到自己 那这一点只能在日常生活 实修 经典是告诉我们方法 但是不能执着在经典 有些人每天看经典 抄啊 写啊 做功课啊 看到人 人走过来你都没要打酒后的 我来看经典你没看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拜佛 今天一个人在大殿拜佛了 有人进来了 想 我为他而拜 这样 了解吗 我为他而拜 所以希望我拜佛的功德都给对方 这样 他是一个比较孤立的 我要打坐修行 他又来吵我 所以 当然 这心态上如何一下子转变 当然同经典的文师修 一直去改变自己 然后你所展现的力量才会大 所以我今天定的主题叫 菩萨待众生受苦 首先你要有这个决定 我愿意待众生受苦 那我们不是来找快乐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火灾 五浊二世 三界火灾 地狱 所以地狱唯一的想法 就赶快脱离地狱而已 带着所有众生都不要有地狱 轮回苦 所以这个叫菩萨 菩萨太伟大了 佛鼓励我们大家都做菩萨 发菩提心做菩萨 因为佛陀是要度众生的 每个人 还是我们的友情众生 情 要把这个情 情的本体就是慈悲 你用智慧 你用智慧去进化感情 那你就没有感情的苦 但是你却有慈悲的快乐 那什么是不智慧呢 自私就是不智慧 不自私就是智慧 一切为别人想 所以我们汉传佛教 必须用行动来达到智慧 不断地布施 不断地奉献 在被骂 被侮辱 那我还在奉献 我还在 大家都误会你 你还在奉献 就像我 我看到很多信徒在放生 我很赞他 可能随时人家要 找他麻烦 报警 或是什么取替 但是他还在做 当然分两种 一种人是 我继续做 我不管你 另外一种人是 他做得很柔软 但是他还是做 别人越反对 他越慈悲 因为对方不了解 我救的是他的妈妈 我手上拿这只鱼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因为他做过你 只是你不知道 不但做过你妈 也做过我们妈 我们两个是兄弟 所以我们在救一只鱼 所以一个要爱他 一个想要说 你不要放他 所以我说 我说你不放他 不是被杀死了吗 对不对 你放他 很有机会 就算他死是必然的 他自然而死 没得伤害他 他不用怀着恨 跟不甘愿死 他是在一个自然状态 他是要替对方想 不能一直替自己想 所以第一句话 八大人觉经 菩萨觉知 生死次然 苦恼无量 发大称心 普及一切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读经快不快乐 整个像军人的意志力 就来了 生命很苦 但是有了这个意志力 就可以超越痛苦 首先 你一定想要做菩萨才知道 你如果不想做菩萨 你也感觉不了这个味道 但是做菩萨 这是 这个叫种性 一个人要受菩萨戒 但是想要发菩提心 他累劫必须修 修很长的因 不然他没有这个种性 小偷有小偷的种性 强盗有强盗的种性 但是菩萨 你必须累劫累世 分分秒秒 一直去培养 这种无分别利益众生的心态 所以各位 不要光为佛教做事 不要为你的师父做事 要为所有众生做事 不要坚持我的道场 你的道场 我的法门 你的法门 千万不要有这个分别性 阳光空气是属于众生的 如何让我阳光空气 水都非常的清净 不要挂招牌 所以菩萨 菩提撒多 是以圆满的佛的菩提 跟快乐 要引导众生 菩提撒多 引导所有友情 包括自己 自己也是 自己也是友情的一部分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 所有友情都离苦得乐 那你也在这里面 你的父母也好 你的敌人也都在这里面 六道都叫友情 所以菩萨觉悟之道 为什么会觉悟之道 从感受到众生的苦 感受到自己的苦 生死自然 苦恼无量 这个生死就像 每天都大火在烧 我们叫眼睛在烧 耳朵在烧 因为你眼睛在看东西 就是眼睛在烧 小朋友也在发烧 因为在玩电脑 因为他一直饥渴 他想要玩电脑 你把他手机拿走 他可能会哭 会抗议 甚至各位都看报纸 跳楼 因为他已经被欲望之火燃烧 所以凡是在生死里面 轮回的众生 都像在被大火燃烧 苦恼无量 这个是菩萨要各位 一直思维 思维到掉眼泪 思维到自己都觉得自己 真苦 但是我们还有个遗址 好在我依靠三宝 我会念阿弥陀佛 所以菩萨看到了整个世界 法界众生 生死次然 苦恼无量 所以发起大秤心 普济一切 很多普济事 普济禅事 普遍救济 无分别的救济 所以菩萨看到 想到 乃是各种因缘 知道 所有众生这么苦 所以发起大 我要让所有众生 我要承载着 我要带着所有众生 离苦 所以叫普济一切 但是首先 最快的方法 这个人要被杀 杀我好了 不要杀他 因为我断头没关系 他忍不了这个苦 所以菩萨为了能够断 百万千只头呢 他要修空性 修施生法 修地生多嘛 都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要断除 身体是我的看法 我的身体啊 给我这样做个比喻好了 一百年 你可以一百次 为别人得癌痣 断头 一百次 那另外一个是一百年 他还活得很快乐 做善事 请问哪一个伟大 同样一百年 我当然是 替众生死一百次的 太伟大 他这个一辈子有意义的 所以我很喜欢放生 就是这样 我虽然 我们现在没本 但是今天 各位救螃蟹 救鱼 救各种 那等于 这个不清净的钱 本来没什么大用的 可以拿来换生命 了解吗 所以麻烦各位 房子不要住太贵 有点不慈悲 如果你不能做主 就算了 如果你能够做主 哎呀 房子随便租的 可以用就好了 这些钱啊 帮助老人院 雇儿院 帮助救苦救难 所有事情 这样很有意义 同样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也不要太浪费啊 每天就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读书 权力 房子 传宗借贷 那我们的生命 应该拿来 发菩提心 做各种利益众生的事情 念一下 动则修福 静则修慧 像我们今天是静 但静的时间 不要太多 对不对 一个月六天 其他呢 都动 一天两个钟头静 二十二个钟头 动 所以 要不断 但是你要动到 非常有功德 变成一种波罗蜜 那你要离开 不能离开这个空性 无我 透过静 来达到空性 以及找出帮助众生的方法 所以后面这句话 一起念 大声一点 愿待众生 受无量苦 令诸众生 必尽大乐 必尽 不是世间的快乐 究竟的快乐 就是成佛的快乐 成佛以后 他每一个众生 就像一个爸爸 这个儿子感冒 来 好了 可以让你 必尽大乐 而且永远不会再感冒 永远不再轮回了 所以这两个要接受 现在很多人 我要度众生 我要度佛学 我要干嘛 他是替众生受一点苦 Oh no 太痛苦了 腰痛太痛苦了 所以我现在经常 哪里痛我都不摸他 以前是赶快摸 对不对 后来我发觉 越捏越痛 因为你在排斥他 你不是在爱他 这个痛你捏他也不会好 所以当然按摩就很好赚 多捏几次 再捏再捏 下回再来捏 这样 那当然打通嘛 气通一点少一点痛 但是现在知道了 用心 用慈悲心 对不对 他就是一个痛 一个执着 那我们用空性的大悲 给他 所以 那这样反而是一个 很好的祝愿 所以愿我们能够承担 所有众生的痛苦 不但为了如此 还要发愿 让对方成佛 所以一个是 空性的大悲心 一个是利他绝对的 菩提心 那用这样来代表 真理 但是千万不要 我发觉还是有很多年轻人 喜欢讲深一点 讲到他也不懂 我也听不懂 这样 但是这样一句话 八大人绝经 这一句话太容易做了 懂 但是他不愿意做 给搞 逼搞 所以多做一点也不爽 喜欢 喜欢这样子来搞对立 你根本没有承担众生苦的想法 深入精湛 智慧如何 还叫回光返照 今天对方伤害我 对不起我 我感觉到怎么样 我感觉到不太顺 我感觉到 他们不对 如何如何 那你就失去悲心 所以对方之所以这么无名 因为我 我如果真实成佛了 我就可以帮助他 所以他提醒我 如何成佛 修忍辱 修空性 修悲心 但是我永远不舍弃对方 所以要怎么样让对方也成佛 你要让对方成佛 那首先你要发起愿成佛的 这种愿力菩提心 甚至你要找比他们成佛 就像地藏王菩萨 早就登上101了 还故意跑到地下室来陪我们 还把我们抬上去 天天给你搬上去 所以 不断的 不是跑一趟 世界众生有无量 他就跑无量趟 心在极乐 心在佛 佛性 但是陪着众生轮回苦 我想每一个菩萨都一样 所以这句话 从头到尾念一遍 各位把它背下来 好不好 这样最好了 来 菩萨 这句话 这是最快乐的事情 就像一个妈妈生小孩 很痛很痛 妈妈很快乐 对不对 终于可以把小孩生下来 好宝贝哦 他让你这么痛苦 但是你第一个就是要抱着他 还会掉眼泪啊 感动 但是人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抱错了 这不是我的 养错别人的小孩子 气死人 还要去检查DNA 男人也一样 我陪我陪我背 那生死了 要去检查了 因为这个就是分别 所以事实上人都有圆满的爱的力量 但是因为没有智慧 有这个分别 所以就伤害了他的背心 当然各位 我们知道空性无分别 但是你必须从行为 去看你有没有无分别 就像有一次 有一位法师 他女儿来了 我看那个眼神 真是被他吞了 这么爱他 另外一个他讨厌的来了 那脸又变了 那这个就是 很自然的反应 女儿来了 抱 不喜欢的来了 哼 那我在旁边看 哇 那女儿 但是我自己要提醒自己 我不能这样 因为我要修行 正常人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 所以我不能去想我过去的儿子 我要想的是别人 这个要挣扎 我想各位 修行是一种挣扎 法忍 是一种挣扎 不是读书 读得很快乐 听经 听到困惑又背起来 大悲心是一种挣扎 那么恨啊 大那多多也 就是你一直下地 那么恨啊 多多也 那么你也不如就 越深的地 越大的痛苦 所以你要这样 我要越念越慈悲 越念越受苦 来 愿待众生受伤 愿越苦 就越慈悲 那你要给自己这个情境 而不是说 我觉得这部经不错 那个是错 这个是对 变成批判人 批判佛教 所以要有深入苦的经验 再来 大舍者 倪前子所说经 福言 大王当之 因为这很重要 现在讲政治啊 身为一个领导人 有影响力的人 你应该要有这个大悲心 所以这个时候 宝济佛跟这位国王说了 那释迦牟尼 有这样子的无量悲心 所以大王 你要学 了解吗 因为你要关心 整个国家社会 老百姓 一切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大力提倡的 因为现在 重这个权力 光鲜的外表 而不重实质 这个要 敬仰 读诵 告诉别人 哪十种呢 一者 不共大悲 性大悲故 什么叫性 性 我说我们杀生 叫性罪 那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宗教 那你杀生 你就犯罪 那倒过来讲证明 性大悲就是说 因为 沙门 巨坛 释迦牟尼佛 他存在 生命的本体 也可以说 他的生命就是大悲 自信就是大悲 这是本来面目 这是不跟世间 世间人的慈悲 是有对象的 有造作的 有目的的 这个人对我很好 所以我就对他好 这个人给我赚很多钱 哎呦 我中秋节还要送礼物给他 哇我还要去 这个是世间的 这个不共 讲的是绝对的平等 没有分别 叫不共 所以佛法是不共于世间 所有宗教 不共在哪里 因为就近空性 平等大悲 不共于世间 所以 虽然当然每一个宗教 都在讲爱啊 讲慈悲啊 关心别人啊 老人愿 但是 跟沙门巨坛的悲心 可能外表是一样 但是 内心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也就是说 我 把钱给你 帮你离开 贫穷痛苦 这就是我的生命 这是我应该做的 这叫性慈悲 要总性慈悲 就像 呼吸一样 呼吸就是慈悲 这是我该做的 不共于世间 因为世间的慈悲 有些是为了自己的目的 甚至有人 我这样说好了 为了成佛 所以我要去慈悲 连这个观念都不行 你的目的还是为你自己 认为你这样要成佛 反而你想要 你这样去慈悲 那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慈悲 这个叫有缘 慈 而且你还有你的想法 你当然这种慈悲是不能成佛的 所以 成佛是为了慈悲 所以你必须从一开始 每一刻到最后成佛 都是在慈悲 只是能力不一样 动机是一样 你越有知良 你越有智慧 你最后成佛有一个净土 那个可以让他们达到 究竟的慈悲 究竟的空性 但是动机还是一样 从头到尾都一样 第二 不厌大悲 带一切众生受大苦 什么叫慈悲 那就是受痛苦 各位你在这边 做一天苦不苦啊 我也很苦 我在这边做啊 讲啊 我在上面我想休息 没有休息的机会啊 我讲到沙哑 一个一个排队啊 每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事啊 但是我也觉得 反正没办法 我有时候想 躲起来 不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没办法 但是就随缘吧 尽力就好 你越怕 你就越找你麻烦 对不对 只是说 就像老师在看病 一个两分钟哦 快快快 因为众生苦嘛 你最好能够给他聊二十分钟啊 所以我昨天聪明啊 几个我认识的 你如果要问早上来 可以问百点 我还在旁边给你导听啊 我还在旁边给你导听啊 所以 找到你的苦因 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去帮别人找到他的苦因 因为你这个苦 四圣体的苦 你找到苦因叫急 所以灭苦的方法 所以需要佛法的修道 我们是借用这个来讲佛法 而不是说 有些人说 我问很多经 我说没效 对 你没有问问 你自己 问题出现在你身上 问是要找到病的因 病的因就是我 所以 当然是先让他相信因果了 所以各位要 不厌受苦 不厌大悲 大悲就是受苦 观音菩萨叫观音菩萨 是因为他受苦受难 地藏王菩萨叫地藏菩萨 是带众生下地狱 所以各位 菩萨伟不伟大 所以你要做菩萨 我们赞叹他伟大 但是我不伟大 因为我受不了苦 我还想吃肉 最好还要加个蛋 豆浆加蛋 怕营养不够 加牛奶 所以这样就不慈悲了 因为你 你直接间接伤害到众生 你慈悲心都不见了 第三 释迦牟尼佛 因为那个时候 跟大王讲不讲说 巨坛是佛讲 他是个修行人 沙门巨坛 具有第三种 悲心 入一切恶道大悲 处在生死度众生故 往生净土 来 背一下 往生净土 是为了下地狱 这样合起来 了解吗 所以发菩提心 才能够上平往生 你愿意下地狱 你才可以上平往生 千万不要逃避 什么叫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以大悲心为根本 大悲心就是要入恶道 带众生受苦 只是很惭愧 我们资格不够 很惭愧 以惭愧心好好地 忏悔念佛 修行而不是享受净土的快乐 所以入一切恶道大悲 处在生死轮回 度众生 所以各位多到苦难的地方帮忙 我们讲到受苦的 贫穷的 特别是那些 已经在最后阶段的痛苦的生命 急诊处 家户病亡 老人护理院已经躺在那边 不省人事 有些在那边叫啊 还可以叫 有些不省人事 这是人间看得见的 那更多看不见的 所以你要不间断地死死 不间断地不死水 不间断地撒米 所以而且把这个功德不间断地 融入到地狱 破地狱之后 不断地融入 还要招请 所以我们念的那些咒 大家都熟了 太慈悲了 让六道都离苦 大悲观音菩萨的大悲咒 就变成显现了 牵手牵眼 具足一切力量 慈悲 才能够帮助所有众生 用这种大悲心 但是没有痛苦啊 各位 我们现在一定要处在痛苦 你没有痛苦 你就不会追求空性 现在医生 要把你开刀 不能打麻醉剂 你会痛得要死 那个时候 你只能 思维空性 一心念佛 你没有别的方法 念佛也是空性 不要念自己 思维空性 是直指断你自己的烦恼 所以各位 现在两种都要修 多思维空性的道理 也多念佛 多忏悔 但是不能离开悲心 不能把这个念佛忏悔 变成个人的喜欢 所以为什么要忏悔 是带众生忏悔 为什么要念佛 带众生念佛 事者 于诸天人 受生大悲 事献诸法 其无常故 好了 地狱很苦 恶鬼很苦 天人更苦 因为天人不知道无常 在享受这个福报 做人 不知道人生难得 生死无常 在享受读博士 赚钱 结婚 生小孩 买房子 所以各位不要一直羡慕 我发现很多人喜欢看 看那些杂志 这个大富豪 这个大影星 大部分人都迷信这个了 这个大领导 如何如何 所以那天有人来一个 给我看 师父 沙鲁阿拉伯 有一个女生 她连厕所 连马桶都是黄金 她所有都是黄金 看我就 把她布施掉 超度她 所有你的黄金 所有你的 她连那个车子都贴 贴钻石 那怎么开出去 楼梯都是 楼梯是黄金 坐的 上面贴钻石 福报到这个阶段 这是过去修的 你看一下 水洗功德 问题是她死了 她很年轻 所以富婆 还很年轻 再赶快 幻想 把她完全布施掉 对不对 去利益众生 这样对她才有超度 因为这些她带不走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 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 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小药客阿包医生 乌汉蒙 交通防疫共同行 驾驶乘客好放心 不管是温疆大哥 或是乘客 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才能拥有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大家大家要注意哦 第一 车内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 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 第三 可以打开窗户 保持通风 第四 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 付款时也可以使用悠悠卡或行通支付 就不用烦恼你找钱时 还会碰触到其他物品 下车后一定要记得用肥皂洗手 或干洗手消毒 降低感染的风险 搭乘交通工具 防疫不松懈 安心搭乘 作为彼此健康的守护者 从前有一位出家人 他信喜幽静 不爱与众共修 于是一人独自到山中金晴行道 有一天黄昏 忽然有一鬼化作无头 来到行者座前 这是行者脸上 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平静地对鬼说 说完后鬼离开了 不久鬼又变成没有身体 但是有手脚的样子来吓他 行者看到了说 你现在没有身体 就不用忍受身体的痛和痒 也不会受无脏的疾病忧愁 又是一大坏事 鬼听了后离开 不一会儿又变成没手没脚 乘一轮车到行者前 行者说 你现在没有输酒 最后不能拿别人的财物 真是太好了 鬼剑行者意志坚定 不为所动 于是化作端正男子 来到行者面前说 沙门所学将存不久 起绕三扎 恭敬而退 凡是精情之行道者 在出烦恼与正圣果之中 总难免会发现 或大或小的魔杖 即使佛在刚成道时 都不免遭受第六天魔王 率诸眷属来阻碍他成道 但佛陀当时胸中无半点承染 最后用神力将重要魔全部相复散去 连佛陀都难免魔障 何况我们这些法夫俗子呢 护身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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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阳佛法 利益众生